小雪,你什么意思?居然叫比比东召唤黑色木乃伊,每天下班的时候就在路边溜达,吓得我尿不湿都湿了。 你放屁,小五,我才不是这种人,可能是外来生物吧? 但是他知道我的名字,老是在后面喊我,我都不敢回头看他,据说回头跟他吹牛的话,就会被西瓜凹气,从此变成倒霉蛋,只有收集绿色狗头才可以解除。 小五,我看你就是自导自演的吧,少拿这个来吓唬我,我才不会信你的屁话。 前面的花姑娘,你可不可以看看我。 卧槽,居然被黑色木乃伊给盯上了,只要我不回头,他就当我没办法。 小五姐,我是小巫童呀,你不带我回家吃饭吗? 我去,他当我是二板五吧,小巫童明明在家做作业,我看你还会耍什么花招。 小五,你什么意思,连小巫童你都不关了是吧?我看你是希望我和亲人雪在一起吧? 我那个爹呀那个娘呀,都冒充三哥来了,我可不会上当的。 奇怪好了,没想到这兔耳朵小五这么聪明,看来是要换个人才行。 小五这人也太坏了,我都走了好几天夜路了,都没遇到黑色木乃伊,一看就是忽悠我。 前面的千人雪,你是不是在找我呀? 只要你回头跟我聊天,保证让你尿不湿都湿了。 卧槽,难道被小五说中了? 但是我也不用怕他,我可是有比比东的后台。